自驾小伙带着一口锅 在外面旅行了7年 大家好 我是旅行者小冬 大家应该都 我又要开始做饭了 今天的录影地特别好 准备开始起锅烧油 我在这里真心的问一下你们 有多少人是看我们做饭 关注我们的 喜欢看我们做饭的 可以评论区评论一下 现在开始搬东西 来 东西已经全部搬出来了 这边大伞就是遮太阳的 在外面下雨都可以遮一遮 然后这些全部就是我们做饭的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洗澡上厕所的一个帐篷 今天晚上要跟那儿两个人在里面好好洗一洗 好多天没洗澡了 洗完澡就给你们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住的是我们自己花了几百块钱改的一个床车 看 虽然简单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知足 有水有电有大床 而且的话这个地方也可以在车里做饭了 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给你们看看 鱼 买了两条鲫鱼 鱼炖肚腐炖鸡蛋 然后再搞一个青椒肉丝 放到这里来 为什么今天要给你们说我用一口锅 在外面自驾旅行七年来 关注我久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起锅烧油的爱好者 就是走到哪里就到哪里起锅烧油 我记得18年19年2020年的时候 我做饭好多人喜欢看 好多人还这样评论说的 小多我就喜欢看你起锅烧油 非常借地气 今天我还是要发起锅烧油 因为我用这口锅 真的不知道拍了无数个视频 起锅烧油的 很怀念那时候起锅烧油飞锅盖 很多人都怀念 还有很多人 看我每天起锅烧油了之后 学废了很多菜 比如说我做什么菜 他就照着学的学废了 真的 今天我就还是教大家 就是怎么用这个铁锅 做菜不粘锅 说句实话 我要是不每天起锅烧油的话 看的人更少 真的 因为大家就喜欢看这种真实的旅行 但是有好的风景的话 我也会给大家发 把肥肉给它切一点 现在把鱼给它改一下刀 下雨了下雨了耶 坐着坐着下雨了 赶紧把这个伞给撑起来 要不然没法做饭呢 配菜已经全部弄好了 起锅烧油之前 给你们看看我的锅 我的基本上每个视频都是用的这个锅做饭的 特别好用 而且的话质量也是特别的好 它是没有任何涂层的手工淡打熟铁的锅 导烧特别快 然后给你们看看它质量有多好 给你们扔个锅 来 之前扔锅的基本上就是这个锅 随便怎么扔 今天让我剪 今天让你剪 质量嘎嘎的 而且的话 我们这个锅没有任何涂层 然后教你们怎么做不粘锅 大家还是少用涂层的锅 又贵 对不对 我的口径的话是34的 我感觉都还有点大 大家就要买的话 就买32 34就足够了 起锅烧油 先把这个油烧辣 烧滚 然后把这个油给它倒出来 再次倒油 这就叫做热锅凉油 油搞下去 再下入鱼下去煎 你看 怎么样 一点都不粘 你刚刚还没放眼呢 就没粘 不用放眼 很多人不买铁锅的原因 就是怕它粘锅 我们这个铁锅真的不粘 完了又下雨了 看看鱼煎得怎么样 煎得非常到位 现在鱼已经煎好了 然后给它放在这里备晕 然后再煎这个豆腐 你看 煎这个豆腐的话 一点也不粘 随便煎 哇 你看 搞鸡蛋就搞一点点优 煎鸡蛋都没问题 这鸡蛋煎得可以 你看 哇 好 背片 现在用这个肥肉 炸点油出来 葱姜蒜 下去 青椒红椒 下去 红烧鱼 搞点生抽 搞点料酒 万能的豆瓣酱 搞一点 倒入水 下入这两条鱼 炸好了 下入这个大鸡蛋 你看 往上面一盖 再把豆腐搞下去 盖上锅盖 给它用大火 焖10分钟 这个鱼已经做好了 太有食欲了 真的 看上去 然后现在放点大蒜 三秒 往上面一顿 哈哈 看 有食欲的哥哥姐姐们 点个赞 马上开饭 你看 看看这个青椒肉刺 出锅了啊 太有食欲了 这个是明天吃的 放到这个盘子里面 吃饭了 吃饭了 终于可以吃饭了 从天亮 做到了快天黑了 晚上11点钟了 我们吃饭 开饭 哇 来 就喜欢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 咕噜咕噜的感觉 咕噜咕噜是什么感觉 今天这个菜 它可以 超级棒 真的好吃 超级棒 以前经常喜欢看小多起锅 超级烧油的 记得给小多点个赞 谢谢你们了 真的 好了 朋友们 我们吃饭了 喜欢小多的锅的 可以下上一单 小多谢谢你们了 感谢 谢谢 感谢